大家好,今天來講一下這個如何去除魚的腥味 那其實很多人就是釣完魚之後回來 總會有很重的腥味,或者是說他釣的魚腥味很重怎麼去除掉 那其實有一些方法,那我們來稍微來看一下 那魚的腥味的來源 其實魚的行為來源是來自於他體內的這個化學物質 像什麼東西?像什麼? 二甲肌 流米 這個東西在體內裡面 就是代謝之後來產生的 那二甲肌流米其實他是 化學式來看的話 那另外一種就是什麼?另外一種產生是三甲胺 三甲肌胺也可以 也有唸三甲胺 這個東西的話主要是藏他體內的蛋白代謝 或是他本身就具有 那這個東西 他其實他主要就是結構 主要是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他在這個化學裡面 他在化學裡面,其實他的結構是TMA 那我們一般的這個 海魚跟淡水魚 為什麼海魚的腥 腥味會感覺比較淡一點 主要是因為海水魚裡面 他體內的這個二甲肌胺 他已經被氧化了 所以他是氧化的二甲肌胺 所以他其實是變成這樣 就是說他這個地方 會多連結上了一個芽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會多連結上一個芽 所以會導致說他的這個味道會消除掉 他這個這種是 無臭 就是無臭 可是如果是二甲肌胺 他本身是有味道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要想辦法去除掉這幾種氣體 那 當然你說淡水魚 淡水魚當然土臭會可能更重 體內並沒有辦法 把這個完全轉換掉 雖然沒辦法轉換掉之後 他產生的這個魚行為 當然就比海水魚重 因為海水魚他生存在的這個 他是3%的滲透壓以上 那我們一般的這個生物大概是1%的滲透壓 所以相差非常大 所以導致說在這個 海水魚裡面 他需要有一種其他的有機物 去填充他的細胞 來維持他細胞的滲透壓 所以通常他在體內填充的東西就是氨基酸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氧化的三甲肌胺 那氧化的三甲肌胺 在我們的化學裡面 其實叫做TMAO TMAO 那當然也有人寫TMAO 其實都OK 那這種東西 他在活魚體內 其實他表現出來不明顯 但是隨著魚死掉之後 就是有一些微生物他可能會代謝 還有這個東西 他可能慢慢被轉換成 這個東西 三甲肌胺 就是產生了所謂的這個魚的腥臭味 那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怎麼去除掉這些物質 第一種 最常用的就是 如果說是 最常取得 最常取得就是 鹽 那為什麼說鹽 鹽其實他可以緩衝 這個魚的這個細胞 之間的一些病變 所以他 還可以 具有一種 殺菌的作用 所以他可以在魚死之後呢 他可以緩衝 緩衝這個魚的腥味 那如果你手上呢 沾有魚 體表的這個黏液 那他可能 一開始味道沒有那麼重 可是你回家就味道很重 是因為我們手 手的表面上呢 有一些微生物 會把這個東西轉換 變成這個 三甲胺 三甲胺的話呢 他就會產 這個比較 在低濃度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魚的腥味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用這個 比如說你去海釣 海釣完你如果忘了帶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你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海水洗手 海水裡面呢 這個鹽 他可以減緩這個作用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比較常用的 就是 這個醋 那醋 那醋可以幹嘛呢 醋其實呢 他本身來講 在這個魚的體內裡面 他本身來講 他可以把這個魚 裡面的一些物質 轉換掉 他可以把這個三甲胺 或者是其他的物質 他可以把他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一些鹽類 或者是一些 比較沒有氣味的這個物質 這個是醋的功用 那再來第三個 有時候會放這個酒 酒的話呢 放白酒 大部分都放白酒 或者是一般的比較濃度比較高一點 酒的話呢 他主要是可以讓蛋白質 產生的這個凝固 或者是產生變性的作用 主要針對蛋白質的作用 那細胞蛋白質 產生這個 凝固的變化的時候呢 他比較不容易被分解掉 這時候是比較不會有 行臭味 這酒 那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 是牙膏 牙膏 牙膏自然都蠻常見的一種 介面活性劑 他裡面成分非常多 那當然他也有添加一些酸 那這些酸的話呢 其實也有轉換作用 那除了酸之外 牙膏本身牙膏是一個很強的介面活性劑 所以他可以去除這個 身上的一些異味 那你釣完牙之後呢 你用牙膏 在手上塗抹均勻 然後呢 弄到水沖洗 通常味道就具有消除作用 好再來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 綠茶 綠茶的話 建議使用這個無糖綠茶 比較不會有黏性 你用有糖的會手會黏黏的 如果用無糖的綠茶來沖洗的時候 那你這個綠茶裡面本身 他有一些化學物質 比如說分類 他其實氧化之後呢 他會變成這個昆蕾 所以他如果說這時候這個物質裡面有三甲 三甲氨在裡面的時候呢 他其實 他們會提供 這個氧給他 那氧化 那氧化之後呢 他本身來講 就容易變成這個 氧化的三甲氨 那氧化三甲氨的話 他比較不具有臭味 那其實綠茶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化學成分 也有類似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葉酸之類的物質 他其實也有可以 讓這個三甲氨 轉換成這個 鹽類的東西 所以這些物質是比較常見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人用什麼漂白水啊 或是肥皂 水晶肥皂 這些都可以 但是效果其實有差 那有人說用蘇打 其實蘇打他本身來講 他是比較屬於 鹼性的鹽類 那鹼性其實來講 在去除這個魚腥味來講的效果 其實也沒有像牙膏那麼強 或綠茶那麼強 其實甚至也沒有這個醋那麼強 那有人說醋可不可以用檸檬酸也可以 OK 只要是 不用太強的酸了 你總不可能用鹽酸去洗手吧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用硫酸洗手吧 那你會想說 那淡水勒 淡水魚怎麼辦 淡水魚其實他本身來講 他是因為 吃底下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藻類啊 所以在淡水裡面 因為鹽度也比較低 所以維生物比較活躍 所以這時候他體內有一些 這個 土臭 土臭素之類的物質 在轉換 大量他也沒有辦法把這個三甲胺 轉換成這個氧化三甲胺 所以這時候勒 就會這樣 就會產生這個臭味 像我們人體也有這個三甲胺氧化的這個酵素 然後把它轉換成這個氧化的三甲胺 這時候就不會有味道 其實任何的這個蛋白質 或者是氨基酸類型的物質 他經過轉換之後 很多在我們人體內內其實都會產生這個 氣體 但是經過我們的肝臟產生這個酵素 把它轉換成這個氧化的三甲胺 所以導致說不會有這個味道 但是有一些人他有先年性的遺傳性疾病就會具有這個 他可能他的汗 或是他的一些分泌物會具有這個味道 淡水其實除了可以添加這個酒之類 醋來去腥 哪有人用薑 薑裡面的成分其實非常複雜 所以他其實他在我們的味蕾上來講會產生 辛辣作用 其實他有類似掩蓋的作用 但是薑他其實在去腥的效果上是有的 他的這個氧化在一些過程當中 其實他體內那個紅肉 他所含的這個物質 會比較高 所以他腥會比較重 所以也可以把他的紅肉切除掉 或是塞 淡水魚的塞 就是我們的漆 漆要把它去除掉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魚皮 是魚腥會比較重的地方 他還是要去除掉 那當然還有跟一些魚的種類有關 比如說常常棲息在底下的 像泥球 或者是 這個扇魚 或者是這個鯉魚類的魚類 他本身來講 他的這個土臭味會比較重 那當然還有跟他生活環境也有關 如果要常棲息生活在比較濁水的地方 泥土含量比較高的地方 浮泥比較嚴重的地方 或是污染比較嚴重的地方 當然相對來講 這個浮臭味會比較重 因為微生物 微生物含量會比較高 所以自然然 一些三甲岩的物質 就含量的比例會特別特別特別高 所以這個新臭味會特別重 所以去除新臭味的方法很多 但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如果說你有不錯的這個 去除新臭味的方法 歡迎來分享留言 好今天就到此 拜拜 你說明鑪汽哈 有點orest So 你說明毒 agricultural 為